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通过我们前些课程的一个学习 那么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MocoJS数据的一个商城的一个数据实现 就已经完成了 那我们这里边呢,包括前端的JS相关的 也包括我们后端的MocoJS相关的 从服务器的搭建一直到我们的MocoJS模板的这样一个编辑 编写 那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就是我们如何把这个 我们已经完成好的这样一个项目给发布出去 那么首先,我们在做项目发布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几点 那么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项目里边有一个Package的JS 大家应该是看到很多次了 那这里边呢,所记录的就是我们这一个当前项目所用到的一些组件 那么说到当前项目所用到的组件 那就是我们叫本地组件 本地化的组件 那我们还有一些呢,是一些全局的一些组件 所以全局的组件呢,可能你不一定放到了Package的JS 所以呢,我们上一次我们在写那个MocoJS的时候呢 我没有把它做成刚记的这样一种就是做全局的 因为我们做成全局的话呢 它这个文件的话,就我们Package的JS里边 它并不会包含里边的内容 还有一种呢,是我们直接安装到本地 那比如说我们安装本地,它是怎么安装的呢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哈 我们这个例子啊 比如我们数一个NPM Store哈 MocoJS,如果我们是这样写的话 我们这一个包呢 我们是安装到本地的这样一个包 也就是说这个安装完了之后呢 它其实它会在那个load modus里边哈 会把我们这个文件 文件夹给建立起来 并且里边的这个组件都下载到这里边 这是我们本地的,对不对 那么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Package的JS里边 它并没有MocoJS这样一个内容 那么没有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相当于我们在做一个Package的JS 在进行发布的时候 相当于其实我们把这个MocoJS 其实是漏掉的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们不放入Package的JS的时候 我们需要在发布的机器上呢 去安装这些全局组件 这个地方全局还不能完全说 全局或者是呢 就是我们本地的 本地为加入 Package.json里边的这些组件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我不清楚我加了哪些 比如说我刚才 我这个MocoJS 我是通过这种命令来进行安装的 相当于我们的Model里边已经有了 但是呢我们Package.json里边也没有 我在发布的时候呢 我这个包呢 就MocoJS 然后我没有连同这样一个 LoaderModels 这样给发 一起打包发不出去的话 那么我们在运行这样一个项目的时候 它肯定会报错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只能根据目标机上的一个部署以后 它根据它的报错的这样一个信息来进行一个处理 所以说我们项目发布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到几点 那么我们在项目发布的时候 其实我们分两种发布情况 第一种发布情况就我们整体的一个发布 整体发布的话呢 它有一个优点和一个缺点 优点是 我这里边所涉及到的一些组件啊 我都会给它打包 全部打进去 因为这个发布的话将项目 根据目录下的全部的这样一个内容给打包 压缩即可 那么这里边的话 只会涉及到有一种 那就是我们的全局的问题 那么我们需要单独去进行 在发布以后 我们再需要单独的去进行管理 那么其他的凡是你是在Packeting Jason里边的 或者你是像这种情况 没有在Packeting Jason里边的话 那么我们只要是在本地化的这样一个组件 都不会丢失 也就是说项目发布一个优点 那就是全局的单独管理 本地的不会丢失 那这里边有一个存在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的那个组件包啊 如果你用的比较多 那个组件包发布出来 其实是非常大的 其实我们的原代码的话 肯定是可能只有一兆多 就加上我们一些 包括我们一些资源文件 可能就一两兆 但是你这个包一旦把这个一打出去的话 可能这个包就非常的大 并且呢 我们这些包里边 涉及到一些小的文件也很多 所以你在打包的时候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慢一点 但是呢 这一种呢 你就是出问题的可能性要稍微小一点 那么我们原代码发布啊 那肯定就是刚好和它相反 那就说首先 它发布的话 那我们肯定是体积比较小了 便于分发 但是呢 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们的这个packing的接生里边呢 就是可能呢 你本地化的东西 像你这种安装的话 就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讲 说呢 我们在开发的过程当中 我们加一个全局 加一个全局的包 或者是我们一个本地的包 我们都要有一个 就是正确的这样一种处理方式 就是我们要把正常的话 我们在做一个本地化的话 我们一般要通过啊 gong save这样一种啊 就是这样一种写法 大家不知道还能 应该还能回忆起吧 就是我们这样一种 gong 这种的话呢 我们就会把它放到 我们的packing接生里边去 所以我们在发布的过程当中呢 就问题应该说呢 我们能够设计到的一些包 我们都会给它记录在这个packing接生 那么我们最后在部署的时候呢 我们通过这样一种安装 这样 npm install 就可以把它装好 那么 这里边可能会涉及到一点 就是我们的全局变量 一样的会需要单独的一个管理 那么 说了上述这两点的话 大家在发布的过程当中 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情况 去选择性其中一种进行处理 目前的话呢 市面上还没有比较好的 说我可以一键将 node.js这样一种项目 连同所有的组件 给全部给它发布到 一个目录下包里边 目前的话还没有这种强大的工具 至少我所了解的 如果大家有了解到其他的一些 比如说node.js 一些比较好用的一些 发布的这样一些包的话 也欢迎一起来交流和学习 因为 整个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是在不断的在学习和进步 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是 我跟大家一起学习 那么 在Linux上面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给它 打成一个压缩包 那么在我的目录下边呢 我们是在opt server load demo5那边的 moco demo moco.js的demo 那么我们就通过这种命令 我们把它给打包 打包呢 打包的话呢 我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打了包了 这个地方呢 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吧 然后这里的包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包给移除掉 然后请接着我们再进行这样一个打包 啊 OK 这样的话呢 这个包就打完了 打完了的话 我们在我们这样一个目录下边 其实你也能看得到 release 我们自己发布过来 release OK 那我们直接把这个包呢 烤到我们的本地 copy OK 然后我们在我们本地呢 再把它粘贴过来 好 再release 然后呢 我们去把它 把它打开 打开里边 它自动减压出来之后呢 它是opt server 它是连同我们的目录一起啊 路径都打包出来的 你看到 大家会看到这个 我们的models里面啊 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已经在里边了 好 所以这就是一个带完整的一个打包的这样一种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 就是我们把 这样一个 我们的 moco.js的model里边呢 我们把 这里边所设计的内容呢 我们全部都不打包进去 全部都不打包进去 也就是说我只是打包这几个 啊 那么相当于这些呢 是属于我的原代码 啊 包括并也要包含进去 唯一不要的 就是nodemodels 因为nodemodels在npm install的时候 它会根据package的接生 啊 自动去帮我们去下载并创建 然后呢 把下载的一些组件的全部放到这里边 所以呢 就是package点接生的这样一个好处 啊 所以 啊 这是一个包的这样一个集合 那么 整个的一个打包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啊 发布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应该是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那么 我们下一讲呢 就教大家如何去 将我们 这两种整体发布的包和原代码的这样一个发布的一个包呢 做一个 好 回顾 和了解 其实这一块的话 其实大家呢 在我现在这一讲完了之后 其实大家可以去自己去尝试一下 因为这里边 在做的过程当中和我们最初在创建一个项目的时候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用express 啊 然后呢 创建了一个目录 然后我们进入到这个目录里边进行了一个npm install 啊 如果我们原代码发布的话 其实和它是发布完了之后 我们的运行情况其实是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呢 先啊 自己去处理一下 自己去动动手 那么我们在下一节课当中呢 我们在 对上述 我刚才所说的这样两种呢 进行一个演示 我希望大家 作为一个课后的这样一个 小作业 然后去自己去完成一下 然后也自己去通过这样一个 发布 自己也去演练一下 我们对npm这样一个 熟悉和了解程度 那咱们这一讲呢 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后续课程 再见 谢谢 词曲 李宗监